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都可以通过它进行涨本操作,其工作原理大同小异,因为各个社交软件都有自己独特的定位点,所以不同的是,在输入账号资料时,有的添加自己的页面,有的添加自己的个人资料,这样方便和自己使用的账户正确对接。 那么它有什么神奇之处,可以帮我们带来流量呢?今天就以推测为例,为大家讲一下它的工作原理。 2.如何注册traffic网站账户?任何网站使用都有一个前提,就是要先注册一个账户,才可登录进去进行操作。 我们要怎么做呢? 1.建立连接条件谱歌浏览器。 首先我们要下载一个谱歌浏览器,保证可以登录,然后输入网络链接。 2.注册可以登录的账号。 chip。 我们在注册时,需要用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。 不过不是所有邮箱类型都可以。 个人的QQ邮箱是无效的,企业邮箱是可以的。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企业邮箱的话,要提前注册一个通讯企业邮箱。 3.网址验证。 如下图。 3.如何利用traffic网站账户? 那么注册成功后,我们具体怎么使用它呢? 1.登录添加Twitter个人资料。 注册成功后,我们登录网站。 然后选择栏目里的Twitter。 在相应的位置,输入我们Twitter的用户名。 用户名下方会有相应的积分。 对于新注册的用户来说,积分为50。 1.我们会发现,在这个页面会显示我们的粉丝数。 1.积分数。 个人资料的ID等信息。 2.在档案状态一栏可进行状态选择。 可见或者隐藏。 我们一般选择可见。 便于其他用户通过信息更好地认识我们。 3.每个关注点数可以在30至50分范围内进行更改。 这里建议大家填写50。 积分越多粉丝量就越多。 自选择兴趣。 如果我们是个人,可以根据自己账户的领域和自身兴趣来选择。 如艺术与设计,时尚与生活方式,健康,交易,旅行等。 如果我们是企业,就要根据所处的行业领域选择。 如商业、科技、志同道合,更容易吸引其他用户成为我们的伙伴。 Tip。 注意我们至少要选择一个,至多选择五个。 五填写账户的优势。 账户类型为个人的话,首先突显自身账号的个性,然后简单说明自身账户的内容。 其次说明可以为大家带来哪些精彩的信息。 如果介绍自己的内容,要选择自己做的擅长和好评较多的作品。 账户类型为企业的话,可以选择自己的宣传语,或者贴合自身的行业。 Tips。 字数控制在90字符内,又填写新的用户名。 如果我们已经更改名称,与目前资料显示不一致,我们可以填写上新的用户名。 二、跟随获取积分。 Tips。 在跳转到Twitter网站后,要及时登陆Twitter,否则页面会谈回到Traffic。 跟随失败。 通过以上跟随积分的操作,我们就可以获取源源不断的积分。 在账户初期,开与活动获得的积分越多。 我们的账户曝光率越高,那么就会有机会让其他用户看到我们。 访问我们的Twitter页面,继而关注我们,以此实现我们的Twitter涨粉。 以上,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涨粉工具Traffic网站。 通过介绍它的使用方式,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实现Twitter快速免费涨粉。